哈喽,电脑前的糖果精灵们,很高兴又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和大家见面了 在今天的学习之前,老师要先带领你去回顾复习一下在我们第二讲当中学习的内容 在前期讲当中,我们不仅仅学习了写姐妹的文章,而且还去学习了心理的描写 那有的小朋友也知道了,哦,原来我们平时写作文觉得自己写的不生动 那是由于我们都在叙述而没有巧妙的描写 今天这一节课,老师就要带领你走进哈哈镜馆 你们都照过哈哈镜吗? 在哈哈镜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变了模样 有的人变得特别高,有的人眼睛变得特别大,还有的人变得特别胖 今天的哈哈镜馆是表情哈哈镜 让我们一起去在神态当中体会如何把世界描写生动 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做一个糖果猜猜猜的互动好吗? 孩子们,现在你搭起精神来,做好准备 嗯,糖果老师献身一下 我来做表情,你来猜,那每一个词都是四个字的 你要准确的快速的猜出来,我做的是什么表情 好吗?孩子们 嗯,第一个 准备好了吗? 嗯 好了,准备,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大笑 好了,第一个 哈哈大笑 对不对 诶,那么咱们一点一点就提升难度了,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嗯 这是什么呀? 愁眉苦脸 诶,你怎么猜出来的呀? 怎么猜,怎么猜出来的? 眉毛 眉毛都怎么了? 都弄在一起了 都弄在一起了 弄在一起了 就在一起了 对不对?太棒了 看看咱们能不能够百分之百钱猜对啊 看来,糖果老师表演的还不错 第三个 嗯 什么呀? 变脑前的孩子们猜上来了吗? 眼睛怎么了? 眼睛使劲呢? 这么大了 这么大了,那嘴呢? 张开了 张开了 这能让我们想到哪一个四个字的词语啊? 目 目瞪口呆 太棒了 目瞪口呆 是不是一点点变难了呀? 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个 弄发冲关 特别棒 哎,气得我连帽子都要顶起来了 是不是? 弄发冲关 电脑前的你猜对了吗? 我们再来,还想猜吗? 嗯 再来试试啊,下一个 嗯 嗯 哀声叹气 哀声叹气 看我头怎么了? 嗯 搭下去了 搭下去了 那如果形容一个人特别失望的话 他一边叹气一边还把头搭下去了 我可以说这是锤 锤头 爽气 对吗?孩子们 好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嗯 咱们来想一想啊 哇哇大哭太棒了 哇哇大哭 是吗?孩子们 好了 那么刚才啊 咱们在这个糖果猜猜猜的游戏当中 你都把这些四字的词语猜出来了吗? 宝贝们 那我们会发现 经过我们刚才这么一猜啊 原来人物的表情是特别丰富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些表情都抓住呢? 在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叫做神态描写 你知道了吗? 嗯 就是对面部表情的描写 特别棒 就是对 你看我们总说动作 动作是身体上的 是不是? 那如果面部上的动作 这就叫什么了? 神态了 所以说啊 神态描写 指的就是人脸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动作和变化 你了解了吗? 刚才啊 我们去做了这么多的表情 有的小朋友们啊 肯定也着急了 我们自己也想来试一试 对不对? 那也许现在你就对着你们家的这面镜子 开始起门用眼 做各种各样的表情 好了孩子们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我们对待对待镜子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可不可以也把你的表情呈现在我们的作文当中 体现出特别细致的神态描写呢? 嗯 咱们自己来试一试好不好 我们首先啊 老师给大家出题了 第一个你要表现出来的是生气 好了 你能在电脑前做一种生气的架势吗? 生气什么样? 看我 这样叫生气吗? 不叫 肯定不叫 对不对? 那生气是什么样的呀? 宝贝们 什么样的呀? 嗯 可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是啊 那你能形容形容吗? 杨老师在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生气的时候 面部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孩子们 跟着我一起去表达 说说 想一想 孩子们 咱们才生气的时候 你的脸有什么样的动作呀? 哪哪个地方动了呀? 嗯 是嘴动了吗? 不是 那哪动了? 嗯 眼睛 好了 眼睛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动 动大了 好了 瞪大了眼睛 对不对? 还有哪动了? 眉毛 眉毛怎么了? 皱在一起 特别棒 眉毛皱在了一起 拧成了一团 眼睛 瞪的特别大 有多大呀 眼睛 特别大 有多大呀 能用一个修词吗? 嗯 你可以夸张一点 嗯 夸张一点 看到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特别圆的 特别大的东西有哪些呀? 嗯 那比如说咱们吃的东西 吃的 想不起来了 嗯 有的小朋友说 有像栗子 还有的小朋友说 瞪的像两个大灯泡一样 这个稍微有点夸张了 是不是? 那你想出来了吗? 你会发现咱们平时在 神态描写这一个地方 有的小朋友就说 他高兴极了 他生气了 咱们以为这就是神态的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神态描写啊 就是要把一个人面部的动作写出来 我光说他高兴 那哈哈大笑也是高兴 嗯 这样裂子一笑也是高兴 是不是孩子们? 嗯 我光说生气 那弄发冲冠也是生气 那稍微有一点点 什么呀? 心里有一点波动 我也可以说我是在生气 是不是? 可是有的人生气的明显 有的人生气 生气的不明显 那刚才 唐古老师做的这个 就是特别明显的那种 你看 眉毛 首先干嘛了呀? 皱了 皱在一起眼睛 瞪 瞪大了嘴呢? 怎么样啊? 紧紧的 躯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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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干嘛呀? 喘粗气 啊 上下的喘着粗气 对不对孩子们 好了 那么现在我给你时间组织一下语言 你能够表达出一个人生气时候的神态吗? 来 咱们小梦的同学先说说 嗯 她瞪大了眼睛 嗯 眉毛也皱在了一起 嗯 然后 嗯 还不停的喘着粗气 嗯 好了 她瞪大了眼睛 眉头紧皱 我还可以说 有的人一生气脸就特别红 是不是啊 有的人呢 一生气脸马上就喘了下来 是吧 脸色阴沉 嘴唇 微颤不停的喘着粗气 好了孩子们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再去表达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 我可以抓住他的眉头 抓住他的脸色 脸色 抓住他的嘴唇 还有他不停的喘粗气的样子 对吗 那我们再来试试好吗 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除了生气 还有许多其他的情绪 比如说 高兴 你看咱们现在都放寒假了 对不对 有许多孩子呢 这个寒假班呢 时间规划的都很好 都把时间利用起来了 那你看我们知道了 嗯 寒假班学习完的孩子呢 可能想休息一段时间 再去学咱们现在的春日班了 那如果爸爸妈妈让你连续性的学习 每一天都能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特别愤怒 对吧 可是如果突然间有一天呢 妈妈说你今天放松放松吧 劳逸结合 那我们马上心情就由音转情了 你能够告诉我你在生气 你在高兴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吗 孩子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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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